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香蕉超人的vlog 我又来了 今天我又寻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布克牌局 而且牌局的地点的不止整体感觉非常不错 设施一应俱全 简直就是娱乐游戏的天堂 那今天这场牌局的忙注依然是10块20块 我的其实买入依照惯例1万人民币 分别是蓝色10块 白色100块 红色1000块 让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牌局吧 今天的开位牌是我在专位拿到的一个口袋队10 并且牌局一开始是只有5个人的 Hijack Limp后 我加注挤压到80 大忙跟注 Hijack跟注 三人底持 翻牌是335彩虹面 是一个相对比较干燥的abb牌面 两位对手都过牌到过之后 如果我这里拿的是AKK这种 我会倾向于在这里先过一条街 因为AKK在这种情况是属于典型的要么无限落后 要么无限领先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把牌我们是实时在有利位置的情况下 还是可以下注保护一下我们的底持权益的 于是我持续下注120 只有大忙跟注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4 在对手过牌后 我也选择了控持过牌一条街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桃7 牌面是形成了单六成顺 这个时候对手下注了180 尺度非常小 半吃不到 那面对这么小尺度的下注 我虽然面对的是一个单六成顺的牌面 我们的实时也是不能弃牌的 于是我选择跟注 在我们跟注之后 对手说它是一张四 那我们顺势秀出实时 收下了今晚第一个底持 今天的开胃菜给大家准备两道 第二道是我在Lowjack拿到的一个A6草花同色 Open60 接下来Hijack跟注 CO跟注 小忙跟注 大忙跟注 一个恐怖的五人底持 开始了 翻牌是来了A22彩虹面 我们是一个顶对若踢后门花 在这么一个五人底持当中 我理所当然的选择了过牌 在我过牌之后 CO玩家下注160 大小忙都弃牌后行动来到我这边 我们除了跟注别无他法 于是我选择跟注 Hijack弃牌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八 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后门花增强 但是我们在BleeWage 好像也没有太多下注的理由 于是我选择过牌 CO也过牌 最后 合牌是一张方片K 那基于对手转牌的随后过牌 我判断对手大概率也是一张A 所以合牌的这张K是使得我们的踢脚都变成了这张K 那为了以防万一 我试探性的打了一个超小柱120 对手秒高 对手是A9 我们幸运的平分了这个底池 这篇插播一条大底池新闻 从画面上我们看到对战双方分别是我上加的A7 以及我们下加的44 由于前面两条街的行动都波澜不惊 直到合牌排面第二张7的出现 才让故事精彩了起来 突然之间 一加打 一加Race 一加All-In 一个7000多的大底池就这么出现了 那结果显而易见 我左边玩家的44 独自包揽了全部底池 就如同他自己说的那样 幸福来得太突然 本来以为这把牌可能没什么价值了 没想到合牌让一切都改变了 只能说 德州扑克就是一个不玩到最后 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神奇游戏 好的 接下来这把牌我们来一个和第二把牌几乎相同的开局剧本 我在Lowjack位置起手牌口袋对圈 常规Open60 接下来Hijack跟注 CO跟注 小盲跟注 大盲跟注 又又又又是一个恐怖的五人底池 随后翻牌仿佛让我们耳边响起了音乐 是圈33彩虹面 是的 我们在翻牌就中了一个顶乌鲁仿佛看到了大底池在向我们招手了 但是这里我们也必须冷静下来 在圈33这么一个干燥无比的牌面 我们又拿掉了两个圈 能和我们把底池建立起来的手牌就只有一些3X了 那如果3X拿在我后面的两家 我们过牌 他们会下注 如果拿在我前面的两家 转牌 他们也会零打 同时 如果大家都没有3X的组合的话 还有希望让对手一些小的口袋队在转牌击中set 或者一些结构牌在转牌得到后门增强 于是我选择过牌 Hijack和CO也随后过牌 继续五个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钩 算是勉强让牌面变得稍微潮湿一点 在大小忙继续过牌之后 我在转牌必须自己下注建立底池了 于是我下注一个小注130半池不到 希望能拿到对手一些勾差 以及一些听牌的价值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 在我下注之后 4位玩家全部弃牌 只能感叹同牌 不同命啊 这把牌我们在CO位拿到了一个A勾红桃铜色 看上去非常不错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这把牌是由double straddle到80的 于是我选择open200 double straddle跟注捍卫 单挑 翻牌是680两个草花一个红桃 我们的概念是两高张后门花后门顺 虽然说一般在概念比较多的翻牌是 是比较适合下注进攻的 但是在这个极度潮湿的翻牌 我还是选择了随后过牌 转牌是一张方片7 牌面直接变成了单九顺 这个时候对手下注300 我们出于没有很好的抵持赔率 外加牌面对我们的范围几乎完全的脱离了 也只能无奈的选择弃牌 感觉今晚这场牌局的节奏 也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听说今天的剧本总是成双成对 这把牌我们在CO位置拿到了一个AK 剧本和上一把一样 有double straddle 我open200 double straddle跟住捍卫 单挑 翻牌是387彩虹面 都过牌 转牌是红桃6 牌面依然与我们的范围进一步远离 并且是一个标准的两高不能防御面 对手下注300 我们再次起牌 这边我们从画面上也可以看到 我的筹码还是在1万左右 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而此时牌局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一大半 正当我觉得今晚可能没什么特别的时候 我们迎来了一把转机 这把牌是我在hijack位置拿到的一个口袋对4 open120 之后CO跟住 小芒跟住 三人抵持 翻牌是勾勾巴两个草花 依然不是很适合在多人池做持续下注 于是我选择过牌 CO也过牌 一起看转牌 我们今天这场牌局的转机 也就从这个转牌开始了 转牌是一张四 我们耳边再次响起了音乐 在这个转牌 我们在面对小芒过牌 CO翻牌也随后过牌 没有下注的情况来看 这里勾差是基本可以排除了 因此我们还是和那把圈圈的想法一样 在转牌下注小注 价值目标一些八叉 以及听牌 于是我下注180 只有小芒跟住 单挑看合牌 合牌是一张草花三 非常明显的前门花到了 小芒继续过牌 那面对小芒合牌的再次过牌 我也陷入了一个下注猜猜了 这边我要猜小芒是八叉 还是铜花 还是甚至就是顺子听牌破产 虽然我很想在这个合牌 下注大注寻求最大价值 但是这个时候 现场牌局的一些场外信息经验告诉我 小芒玩家牌力不强 于是我无奈的再次下注了一个小注280 在我下注280之后 小芒玩家即使面对我们这个小注 也陷入了一阵思考 不过幸运的是 最终还是选择了跟注 我们秀出四四 总算收下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底池 那这手牌会不会成为我们今天这场牌局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们继续一起看下去吧 这边熟悉我的观众可能已经猜到 这里剧情要来了 这把牌我依旧是在Hijack位置 手牌是一对牛仔 Open120 之后是小芒跟柱大芒跟柱 三人底池 翻牌是K勾二两个方片 虽然我们阻挡了两个K 但是考虑到我们没有阻挡任何方片 以及中间的顺子听牌组合 于是在大小芒都过牌后 我选择下注150 大小芒都跟注 三人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四 非常干净 非常空白 那面对我翻牌下注 大小芒都能跟注的情况来看 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个人 是有跟注转牌大注的能力的 于是我在转牌选择下注700 只有小芒跟注单挑 这边补充一个细节 这里小芒在转牌跟注之前 是思考了好一阵的 我这里的画面 在现在剪辑的时候 也是加快了好几倍的 为什么在这边要提这个细节 是因为一会对我合牌的决定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终合牌是一张黑桃A 是有让圈时完成两头顺子听牌的 但是此时小芒玩家的有效后手 差不多只有1800了 再加上刚刚有提到小芒玩家 在转牌的纠结 是基本可以排出圈时的可能的 而此时的底池是已经来到了2250 于是我很轻松的推出了拳压 最终小芒痛苦的选择了跟注 小芒的手牌是K勾 那在这个由stradle 小芒其实后手都不到100个stradle的底池当中 顶两队遇到顶set 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冤家牌了 好的 那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小时 轮到我发牌进行的两把牌 这把牌是我在专位拿到的一个口袋队8 之前Hijack Limp 20 CO加注挤压到120 那一般如果没有Limper 只是面对一个Open 88在专位平call 也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但是这把牌我不希望我的88 分享太多的胜率出去 于是我选择随bet到400 CO跟注单挑 翻牌是A79两个红桃 看上去比较潮湿 但是在这个随bet的抵制当中 并且我们同时阻挡了一个红桃8的情况下 这其实是一个挺干燥的翻牌 在CO过牌后 我选择了一个常规持续下注300 CO跟注 转牌是一张黑桃7 那在这个转牌 我们似乎也没有太多再继续下注的理由 于是我选择随后过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草花2 CO下注800 我当时是选择了气牌 那这边说实话 我也不是非常确定这个合牌 到底应该如何选择 大家也是可以一起评论区讨论一下 这把牌合牌的选择到底应该怎么样吧 OK今天这集影片的最后一把牌是我在大盲位拿到的两个黑色的9 之前的行动是Lowjack Open Lowjack的开持玩家并没有选择做持续下注 都过牌到了专位的玩家后 专位的玩家打了一枪240 我这里的99没有帽子 是肯定要跟注防御一枪的 于是我选择跟注 Lowjack和Hajrack都弃牌 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色的勾 我再次过牌后 专位也过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红色的圈 那这里 我几乎锁定了专位玩家的手牌 就是八叉 我如果在合牌继续过牌的话 专位玩家也一定会随后过牌的 于是我选择了一个非常诡异的尺度 200 给到了专位玩家一个好到不行的抵持赔率 最终 专位玩家没有抵抗住这个诱人的赔率 选择了跟注 我顺势秀出了99 收下了今天晚上最后的一个抵持 今天这场牌局在原本以为不会有什么波动的情况下 没想到在最后一个多小时一点的时间里面连续收持 最终水位是水上4000 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吞的感觉 那今天这期影片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 喜欢这期影片的小伙伴可以帮忙点点赞哦 你的赞就是我犯病的最大动力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